据了解,台防务部门原本针对退伍八年内的后备军人,也就是退伍士兵,实行两年一次的教育召集,也就是重新召集回部队受训,一次训练时间为5至7天。 而根据台防务部门3号公布的2021年教育召集执行作法,退伍八年内未满四次重回部队教肇训练的军事官将其编列管理的期限由原本退伍八年内延长至12年。 台防务部门称,此举将有效维持台军后备部队战力。 我们是针对八年内,你教育未满四次的后备军人,军官跟士官约有3000人,他可以补充我们后备部队的基层战力。 台媒报道称,台防务部门这项政策将在今年3月上路,对象仅局限于男性军事官,暂不包括普通士兵。 为推动所谓后备战力改革,台军方去年曾针对退伍军人的教肇次数、天数、编列管理期限等提出不同方案。 而根据台防务部门3号发布的相关说明,台军今年度的教肇仍采用两年一次训练,一次时间5至7天。 不过,2022年至2023年底将部分事情一年一次召回训练,一次时间为14天,从2024年起开始全面实施。